行走中的人,既要能够看到远处的山水,也要能够近看自己脚下的路,基于全景考虑而决定的变通,往往是抵达目的地的一条斜径,穷则变,变得通,坚持未必正确,懂得变通才是聚会,有一个人修缠绑道,请示师傅,一个人跟别人的关系,到底怎么样才较合适啊? 师傅和他说了四句话,第一句话,把自己当别人,学生想了想,我明白,一个人有大欢喜,看待一点,觉得这也无非是别人的一件事,又大悲伤,看轻一点,觉得这是别人也会赶上,那么喜悠都能很快过去,师傅又说了第二句话,把别人当自己,学生想了想,这意思大概是将心比心, 推几级人,万位思考,师傅大笑,你很不错呢,并又说了第三句话,把别人当别人,学生说皱着眉,是不是说,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,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尊重,所以一定要本着别人的立场出发,师傅说,你的悟性很好,接着,老师又说出第四句话,把自己当自己,学生在做伴赏,这句话太深了, 我还要好好去悟,看似文字游戏,运含着很深的产意,这些自己和他人的变化价值,就在于,你每一次都换了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,一个矿泉水的瓶子,有人说它是长的,这是对的,因为你从纵向看,有人说它是圆的,也是对的,因为你从瓶底看,有时候,转换色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, 从前有一个穷人,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,穷人家境拮据,妻子又体重多病,不得已向妇人借了很多钱,年关将至,穷人实在还不上欠妇人的钱,便来到妇人家中,请求她拖延一段时间,妇人不相信穷人家中困窘到了她所描述的地步, 便要求到穷人家中,看一看,来到穷人家后,妇人看到了穷人美丽的女儿,坏主意立刻就冒了出来,她对穷人说,我也并非有意难为你,这样吧,我把两个石子放进一个黑罐子里,一黑一白,如果你摸到白色的,就不用还钱了,但是如果你摸到黑色的,就把女儿嫁给我抵债,穷人迫不得已只能答应, 妇人把石子放进罐子里时,穷人的女儿恰好从她身边经过,只见妇人把两个黑色石子放进了罐子里,穷人的女儿刹那间,便明白了妇人的险恶用心,但又苦于不能立刻当面拆穿她的把戏,她灵气一动,想出了一个好办法,悄悄地告诉了自己的父亲,于是,当穷人摸到石子,并从罐子里拿出时, 她的手不小心抖了一下,妇人还没来得及看清颜色,石子便已经掉在了地上,与地上的一堆石子混杂在一起,难以确认,妇人说,我重新把两颗石子放进去,你再来摸一次吧, 穷人的女儿在一旁说道,只要看到罐子里剩下的那颗石子的颜色,不就知道我父亲刚刚摸到的石子,是黑色还是白色的了吗? 说着,她把手伸进罐子里,摸出了剩下的那颗黑色石子,感叹道,看来我的父亲摸到的是白色的石子啊,妇人顿时哑口无言,当客观环境无法改变时,改变自己的观念,学会变通, 才能在绝境中,走出一条通往成功的路,生活中许多事情往往都要转弯,路要转弯,是要转弯,命运有时,也要转弯,生命就像一条河流,不断回转望情,才能克服崇山峻岭,会几百川,成为峻流,生命的真谛是实现,而不是追求,是面对现实环境,懂得转弯,迂回和成长,而不是横冲直撞或逃避, 在生命的春节中,我们尽可能充分享受何许的春风,温暖的阳光,而遭遇寒动之时,要及时调整不速,不急不躁地把握住生命的脉搏,人的一生,总要经历风雨,横冲直撞,意外金沙的翅膀土,运筹为欧,懂得变通的才是智者,高山不语,只有微额,流水不止,自成灵动, 沉稳大气,周然挺拔,是山的特性,越石则分,越铺则合,是水的特性,谁可穿石,山能足水,山有山的精彩,谁有水的美丽,而山环水水照山,更是人间满妙风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